赵露丝与黄俊杰《你搭档》出演现代剧《今日情雨》 在中国电影界,人们对赵露丝和黄俊杰可能展开新合作的期待日益增加 关于他们在即将上映的浪漫电影《今日情有雨》中可能出演的角色 各种猜测不断涌现 尽管细节仍然稀缺,但粉丝们对能够看到这对活力四射的二人共同登上荧幕感到兴奋 近几个小时以来,关于赵露丝将于明年6月退休的传闻在中国网络平台上流传甚广 在这种猜测中,人们迅速将目光投向了他将参与的《华丹95》制作的新项目 该篇名为《今日情有雨》,据说是《柠檬原创》系列的现代改编 尽管4月17日官方宣布了选角过程,但舆论的焦点仍然集中在赵露丝身上 人们普遍认为他是女主角的热门人选 尽管他的角色似乎已经确定,男主角的身份仍然神秘 最初,有人猜测张灵鹤可能会出演男主角 但最近的传言却指向了一位新人黄俊杰 黄俊杰,1998年出生,已在短篇24秒的青春中的首秀角色引起关注 此后,他在花开《圆月弯刀》《好气冲天》和《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等多个项目中展示了自己的才华 尽管相对于主流观众来说还不太熟悉,但黄俊杰之所以被提及可能出演男主角 彰显了他在行业中日益突出的地位 今日情有语的故事围绕着青年景优展开 他是一个来自普通家庭的生物学学生,努力争取奖学金,但却因病而受阻 而陈彦初,一个意外的竞争对手,也是一名学术天才 在被迫合作的过程中,他们之间的竞争逐渐演变成了深厚的相互支持和疗愈的纽带 给观众带来了一场对爱情和友谊在生活挑战中的深刻探索 尽管该项目的官方确认尚未到来,但不断升级的传言已经点燃了粉丝们的期待之情 能够见证赵路斯和黄俊杰首次携手出演电影的前景,已经俘获了许多人的想象力 以他们的表演才华和无可否认的荧幕魅力,他们的合作承诺为青年爱情题材注入新的活力 热情的影迷们迫切期待着进一步的消息,所有人都在密切关注着今日情有语的发展 赵路斯和黄俊杰有望掌舵,让人们对这部电影充满了情感,深度和真实感的期待高涨 请继续关注更多的宣布,为这个令人兴奋的新项目揭开更多关于爱情和友谊的故事 好旅行家,勇敢迈出舒适区,开启新人生篇章 好留届活动将邀请张子峰、胡先旭等众多尊贵嘉宾,承诺将是一场充满友情 旅行向往和电视魔力的愉快盛会 当他们一起踏上旅程,无论是荧幕上还是现实中,空气中都弥漫着难以抑制的兴奋 这种兴奋被前方冒险的期待所加剧 首先,看到来自娱乐界各个领域的人才,汇聚是非常迷人的 从Thelma & Lewis的创作者到乐生之旅的明星 每个参与者都带来了他们独特的视角和能量 这种多样性不仅丰富了节目的动态,而且凸显了娱乐界的合作精神 像高汉宇和刘宇宁这样熟悉的面孔的加入味混合 注入了熟悉的氛围,创造了一个新的关系可以形成的环境 同时也庆祝了以有的友谊 这有点像一次团聚,旧的回忆被重新讨论 新的回忆则在共同经历的背景下产生 寻找旅行伴侣的概念为活动增添了一个令人兴奋的维度 旅行有助于促进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创造持久的回忆 而一起探索新目的地的前景,无疑会激发参与者的热情 无论是穿越风景秀丽的山水,品尝当地美食 还是参与即兴的冒险,旅程本身就承诺着与目的地一样丰富多彩 此外,该节目的格式非常适合展示参与者之间的友情和化学反应 当他们应对各种挑战,踏上奇幻的冒险时 观众们将会欣赏到真实的笑声、情感联系和友情 正是这些真实的互动使参与者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培养了一种联系和共鸣的感觉 对于张子峰和胡先续来说,这个活动特别是一个机会 进一步巩固他们在娱乐界的新兴地位 他们在《月生之旅》中的参与已经引起了关注和赞誉 参与像豪流界这样备受瞩目的节目 可以让他们向更广泛的观众展示他们的多才多艺和魅力 除了他们在荧幕上的表现 他们的现实生活形象和互动也使他们更具人情味 更让粉丝们喜爱 此外,春季之旅的背景给活动增添了一丝季节的魅力 春天,随着鲜花的绽放和温暖的天气 象征着新的开始和复苏 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乐观的时刻 这种活力感贯穿整个节目的氛围 在如画的风景和生机勃勃的景色的背景下 参与者们展开了一场自我发现和冒险的旅程 拥抱着周围世界的美丽 随着好旅行家的旅程展开 观众可以期待一幅情感丰富的画卷 从哄笑不断的时刻到深沉的反思 每一集都承诺带来难忘的相遇和真挚的互动 活动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方面 是参与者有机会走出自己的舒适区 拥抱未知 毕竟,旅行与冒险是同一词 探索心目地地的不可预测性味活动增添了刺激感 无论是在陌生的地形中导航 尝试大胆地挑战 还是沉浸在当地文化中 参与者无疑都将被推动去发现 彼此和自己的新面貌 此外,旅程中形成的友情是对共同经历的力量的见证 当参与者因共同的胜利和挫折而结成紧密团结的社区时 他们形成了一个共同目标的紧密结合 通过篝火周围充满笑声的谈话 星空下即兴的舞会 以及在沉思静谧时刻的真诚交谈 持久的纽带被锻造出来 超越了电视屏幕的界线 在其核心好旅行家体现了旅行的探索和发现精神 这不仅仅是在地图上划掉目的地或为社交媒体拍照 而是完全沉浸在每一个时刻的丰富性中 张开双臂拥抱旅程 无论是品尝异国料理的滋味 赞叹令人叹为观止的自然奇观 还是简简单单地陶醉在友情的欢乐中 参与者都会被提醒自己周围的美丽和奇迹 对于张子峰和胡先续来说 这个活动特别代表了他们日益蓬勃发展的职业生涯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当他们与同行一起应对旅行中的挑战和快乐时 他们有机会以新的方式展示自己的才华 并与观众建立更深层次的联系 通过他们真诚的交流和富有感染力的热情 他们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激励他们以勇气和好奇心拥抱生活的冒险 总之好旅行家活动以张子峰 胡先续和一群其他备受尊敬的嘉宾位特色 是对友谊 探索以及等待着那些敢于冒险超越 自己舒适区的人的无尽可能性的庆祝 当参与者踏上自我发现和友情之旅时 观众被邀请加入他们一起度过一个充满笑声 泪水和一切的不可忘怀的奥德赛 所以收拾好行李 系好安全带 准备好迎接一生中的冒险吧 是时候和好旅行家一起出发了 总的来说 好留届活动与张子峰 胡先续及其他嘉宾一起 是友谊 冒险和旅行魔力的庆典 这是对合作和友谊力量的肯定 各种背景的个体聚在一起 创造了难忘的时刻 建立了持久的联系 当观众们观看这场喜悦的冒险展开时 他们也被邀请加入到这场庆典中来 受到启发 去寻找自己的冒险 并珍惜沿途的友情